哈利路亚 我们在座的内府教会的长职 护责人 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非常高兴 能够再度有机会 来到我们内府教会 我刚才9点25分 就到了我们内府教会 看到呢 就是说多年同工的 这个陆子室 还有孙子室呢 还有很多熟悉的同龄 想起呢 多年前呢 就是说大家在北居青年会 大专联合团契同工的 这样的一个经历 就觉得非常的感谢主 然后呢 昨天我还特别呢 把我们内府教会的通讯 通讯录呢 看了两次 那我也很感谢主 就是说在四十几年前 在台南南门教会 宗教教育的时候 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胡子室 还有呢 就是说这二十年来 时常提供我跟家人 在医疗方面的咨询 跟帮助的 执事娘 我看到呢 就是说 甚至呢 还有我四十几年前 在大学的学弟 也在我们内府教会聚会呢 我就觉得非常的感谢主 所以今天早上起来呢 我又翻到了诗篇 一百二十二篇的第一节 人对我说 往耶和华的殿去呢 我就欢喜 所以早上呢 我也跟 那个几位同龄讲 我今天真的是带着一颗呢 很兴奋 感恩的心情 来到我们内府教会 即使说 就是说上个礼拜 我们内府教会 刚结束联恩布道会 难免呢 大家肉体上有些疲惫 即使说今天早上 外面飘着毛毛细雨 可是呢 还是阻挡不住呢 我们来教会呢 服侍神彼此呢 分享圣经道理 跟恩典的 这样的一个行动 我刚才九点二十分呢 快到教会的时候 我看到呢 我们教会的黄姐妹呢 还坐搭计程车赶过来 后来才知道 她要到护堂 协助一些赴堂 相关的工作 我也非常的感恩 那么我今天呢 所定的题目呢 是 就是呢 你家里有什么 那么这是一段 旧约圣经的历史 记载在列王记上 列王记下的第四章 列王记下的第四章 第一节到第七节 算是我们很熟悉的 一段圣经历史 不过呢 每一次我翻到这段历史的话 我都有 不同的感触 所以呢 今天打算 就是针对这段 就是针对这段圣经历史 再跟大家 就是思考 我们呢 应该怎么样 有意识的 有方法的 有重点的 来经营 我们的家庭 我刚才有请教 陆直视 我们内服教会 大概成立多久了 目前 在籍的信徒数 有多少 大概有 几户家庭 那为什么我 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上个礼拜呢 我目前所归属的综合教会 它刚好是成立四十周年 就比我们内服教会早两年 不过 七十二年对我来讲 也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 因为呢 我是七十二年结婚的 所以我对七十二年是 很有感觉的 可是对我来讲的话 综合教会 算是呢 到目前为止 我住最久的 最久的地方 我在台南住 大概住十二年 我在综合呢 到目前为止的话 大概 算是住了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 那么呢 因为综合教会 今年是成立了四十年 那么呢 在这一个专刊当中呢 大家也非常的清楚呢 我们一定会有专刊 是让呢 同龄呢 来见证 他们所蒙受主的恩典 我想很多教会 都是这么做的 因为我们的信仰呢 是可以体验活神的信仰 我想我们在座呢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 那在这四十篇的见证 我这一个礼拜的话呢 我有在翻阅呢 综合教会四十周年的专刊 特别所选出来的 这四十篇的见证 里面大概是什么样的内容 那么我大概得到了一些心得 就是说 不管呢 这四十个家庭 他们的见证 就是有些是非常明显的 有些呢 是呢 就是说比较是平凡无奇 或是说他们也不愿意 就是说 太广为人知的 可是都感觉到 就是说呢 不管是在生活上的见证 工作上的见证 事业上的见证 信仰上面的见证 或是肉体软弱 得医治的见证 我们可以感觉得出来呢 这个家庭呢 要成为一个蒙福 蒙恩的家庭 通常呢 都是在碰到困难 重大事故 试炼的时候 特别可以彰显出 这个家庭 他是呢 蒙恩的 他是呢 有神呢 在引导 他们是怎么样度过 我们实际上说 诗篇二十三篇 死因的幽谷 或者是说呢 就是说呢 在十字路口徘徊的时候 不应该怎么样走下一步的时候 因为呢 就是说这个家庭 大家的一个同心 依靠主 所以呢 神为他们开路 那么他们呢 就把这样的一个过程心得呢 就在这本专刊当中呢 分享出来 那我读了好几篇呢 我也非常的感动 所以呢 我是觉得呢 以我们内服教会来讲 大概一百五十个家庭 综合教会大概是一百一十个家庭 我们全省真耶稣教会的话 大概是两万多个家庭 如果以整个台湾基督徒 大概是接近一百六十万的人次来看的话 大概有六万多个家庭 是不是每个基督徒的家庭 都是蒙恩 蒙神祝福的家庭 我想这个是有的时候 是值得呢 我们来思考学习的 那么列王记下的第四章 一节到七节呢 这段我们所熟悉的 旧约圣经历史 实际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说 对于我们要怎么样 有意思的 有方法的 有重点的 来呢 就是经营我们的家庭 成为呢 蒙恩的家庭 我觉得这里面有些内容 是值得我们来思考跟学习的 那么我这边呢 很快地把一节到七节 念一次 旧约圣经四百六十一页 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 爱求以利沙说 你仆人我丈夫死了 他敬畏耶和华 是你所知道的 现在有债主来 要娶我两个儿子 做奴仆 以利沙问他说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 你告诉我 你家里有什么 他说 被你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 没有什么 以利沙说你去 向你重灵色借空气民 不要少借 回到家里 关上门 你和你儿子在里面 将油倒在所有的气民里 倒满了灯 放在一边 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 关上门 自己和儿子在里面 儿子把气民拿来 他就到油 气民都满了 他的儿子说 再给我拿气民来 儿子说再没有气民了 油就止住了 妇人去告诉神人 神人说你去买油还债 所剩的你和你儿子 可以靠着度日 这个家庭 我们从短短的季节当中 可以看到 这个家庭碰到了 一件重大的事故 因为家长死了 然后留下了 留下了 就是所谓的孤儿寡木 那么这是一个很悲惨的开场白 发生这样不幸的事情 可是在这个地方 有提到 这位先知门徒的妻 他懂得去找以利沙 去求以利沙先知 说 现在有债主要来娶我两个儿子 当然以利沙先知 知道他的用意 就问他说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然后再问他说 你家里有什么 那么第一点 我看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觉得 就是一个家庭 其实不管是家长也好 或者是说 做子女的也好 就是说 我们人生当中 一定会碰到很多重大的事故 就像我刚才 跟在座的各位同龄 同工所说的 碰到重大的事故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可以学习这位寡妇 即使说他的先生 死了 家里失去重要的依靠支柱 然后他面临很大的压力 因为债主上门了 要把他两个儿子 带走去做奴仆 负在子环 就与圣经 这也是合乎 就与摩西五经里面的律例 碰到这样重大事故的时候 怎么办 如果是我们遭遇到 就是说呢 所谓的重大事故的时候 怎么办 对我们来讲的话 我想我们通常的直觉反应是什么 可能我们会直接去找债主 拜托债主 可怜我们孤儿寡妇 我们真的现在是没有能力 反我先生所留下来的债 麻烦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会把这笔债务偿还的 可是麻烦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去筹钱 我去赚钱 也许分多少钱来还 可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呢 这位现在的家长 这位寡妇 第一个 她没有去找债主 第二个 以当时北朝以色列的信仰氛围 实际上 会去寻求耶和华真神先知的并不多 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呢 以利亚 以利沙先知在北朝服侍做工的时候 以利 我们都知道就是 亚哈王 亚哈王他在位是22年 那个时候呢 先知是以利沙先知的老师 就是我们所熟悉的 以利亚先知 实际上当时呢 北朝以色列百姓的信仰 并不是一个很专心 敬畏耶和华的 这样的信仰氛围 所以当以利亚先知呢 就是到加密山 跟巴黎先知 450个巴黎先知 在加密山上求雨的时候 当时以利亚先知有指责 当时的以色列百姓 他只说了一句话 就凸显出当时 以色列百姓那种脚踏两条船的信仰 以利亚先知 对他们说 你们心怀恶意 要到什么时候呢 当时以色列百姓 很多人的信仰是 心怀恶意 脚踏两条船的信仰 而且我们知道 北朝几乎没有什么好王 从信仰的这样的角度来看 那当时呢 就是亚王死了之后 他的儿子 就是亚哈谢 亚哈谢作王 可是只做了两年 因为从楼上跌下来 结果呢 竟然呢 去寻求呢 就是那个苍蝇省 这个在列王记下第一章 有记载 就是说 竟然去求苍蝇神 来问说 我的病会不会好 所以以利亚先知说 难道呢 以色列没有真神 可以让你求问吗 那后来呢 亚哈谢呢 坐了两年就死了 后来就是 他的兄弟 约兰做王 那么呢 以利沙先知呢 我们都知道 他是以利亚先知的学生 他非常渴慕神的恩典 所以呢 以利亚先知呢 就是说呢 从吉甲 从吉甲 然后呢 到别士巴 到耶利哥 最后到约旦河 以利沙呢 他都不离不弃 跟着呢 以利亚先知 其实以利亚先知说 你在这边等我 就是说 你不要再跟我了 可是呢 以利亚先知 还是一直跟随他 到约旦河 到最后呢 以利亚先知 要被 乘火车火马 结上天的时候 就问他说 你要求什么 以利亚先知 他就求 愿感动你的灵 加倍的感动 所以呢 这位寡妇 她呢 碰到这样的一个家庭的 重大事故的时候 他来呢 哀求 以利亚先知 这个呢 是一个 正确的选择 对我们 就是有信仰 的基督徒来讲的话 这是一个 这是另外一个 很好的抉择 当然没有信仰 没有主耶稣 做依靠 那当然 你就是要去想办法 你要找银行 找债主 或者找 其他方法 这个 这个是天经地义 可是不要忘记 我们是有信仰的 这边 他也强调 就是说呢 他的先生呢 是 先知的门徒 而且他对 以利亚先知说 我先生敬畏 耶和华 这是你所知道的 所以呢 这就值得 让我们来思考 就是说 当我们碰到 重大事故的时候 到底我们要寻求谁 我们也很清楚 就是说呢 从去年1月21号 台湾发现 第一个肺炎案例的确诊 到今天为止 刚好是满21个月 满21个月 大家也非常清楚 这21个月 台湾很多的家庭 很多的人 他周遭的环境 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很多人也面临 很大的挑战跟考验 你知道 我也知道 那怎么办 当然我们可以 透过很多的方法 来解决我们的困境 可是对一个 有信仰的基督徒来讲 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学习 这位寡妇 来寻求神 带领我们来脱离 发生在家庭里面的 重大事故 或是重大挑战 我想这是第一点 值得我们来学习 跟思考的 我这几天又看了 这个见证里面的一个见证 就是在9月8号 刚离世的苏敬芬姐妹 我想 我想他也许曾经来我们内服教会 做过见证 那他是我综合教会的同工 他也是我辅大的学妹 那么呢 我到很多地方 跟大家分享恩典 道理的时候 我都会提到他的见证 因为呢 在2001年的时候呢 他被检查出 他得到了三阴性乳癌 那他在很多见证当中 他也见证 三阴性乳癌的话 在乳癌患者当中 是比较不好医治的 比例呢 大概只有20% 那我多次问他说呢 这20年来 从2001一直到2021 9月8号 神呢 就是说 取走了他的灵魂 我时常问他说 这20年来你是怎么过的 而且我还问他说呢 你2001年呢 得到这个三阴性乳癌的时候 你当时孩子是几岁啊 他说我晚婚 我2001年的时候 被确认罹患三阴性乳癌的时候 我孩子只有五岁 只有五岁 我想我们在座很多是做母亲的 你应该知道 就是说 当你小朋友五岁的时候 然后呢 你被确认是罹患这个乳癌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你会不会希望自己再多活几年 陪你孩子 走过他的童年 走过他的国小国中 那他呢 在见证当中 他就一直讲说 这20年来 肉体上真的很辛苦 我想直视娘应该很了解 一些癌症病患的心情故事 他说呢 肉体的痛苦 不用讲了 他说这20年来 他接受过超过四十次的 四十次的放了 八十次的化疗 我一听到 我就觉得他实在太辛苦了 可是呢 他时常在那个中和教会的 赖群组分享是说 他说这20年来 他真的多次经过死因的幽谷 他是说呢 他四次离癌 从90年到99年 然后又就是复发 然后呢 到107年 到109年 他说真的很辛苦 真的很痛苦 很痛苦 可是当他看到他的儿子 就是说在今年 能够从清大研究所毕业 他说他真的 非常的感谢神 他知道 如果说不是神的怜悯跟帮助 实际上 他是没有这个机会 看到他孩子成长 然后研究所毕业 到社会上工作 所以呢 9月20号呢 我去就是殡仪馆参加他的告别 是再度的 从那个故人劣利当中 了解他这20年来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真的我很感动 当然我也很感谢神 虽然说他是 在人生只有短短的57年 可是呢 他真的是用生命 他的病痛 见证主的恩典 所以对他家来讲的话 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事故 对叔姐妹来讲 更何况 就是说他的先生没有姓主 实际上 他的压力是更大的 可是他的儿子呢 到最后呢 有 就是自答谢词的时候 有感谢教会 同龄 这20年来为他的带导跟 关心 他非常的感动 所以呢 一个家庭 你会发现到呢 难免会发生很多的重大事故 这个时候呢 你要做什么样的选择 来解决你的困境 我想第一点 值得我们来思考的 这位寡妇 他是来寻求神 这是第一个 值得我们来思考的 以利撒先知问他说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你来找我一定是有目的的嘛 然后他又问说 你家里有什么 这个地方呢 这位寡妇 他的回答是说呢 家里面呢 还有一瓶油 除了一瓶油之外 没有什么了 真的是家徒势必 真的是很贫困的家庭 可是从圣经里面 我们会发现到 神即使只有给我们 一点点的东西 一点点的赏赐 一点点的恩典 实际上我们都可以看到 神是可以从无中生有的 是可以呢 你认为 你认为 很多不可能的事情 都是从一点点的恩赐 一点点的奉献 然后彰显出来 我们最熟悉的 就是一个小朋友 他奉献五饼二鱼 竟然他五千人吃饱 真的是不得了的神迹起始 然后呢 以利沙先知的老师 以利亚先知 我们也知道 神猜浅他到 西顿撒勒华的寡妇那边 三年 撒勒华的寡妇呢 就跟他讲说 我今天只剩下一点油 一把面 吃完之后 我跟我的独子 就要准备离开这个世界 因为干旱不下雨 这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圣经故事 可是我们就看到 就是说 不要小看 神给我们一点点的恩赐 实际上呢 就算是一点点的恩赐 一点点的才能 实际上 我们都可以看到主很大的恩典 所以呢 这是第二点我们可以思考的 就是善用 神给我们的 不管是多是少 第三点呢 我们可以思考的 就是说呢 我们信主那么久 像我信主已经五十四年 我们是不是呢 信主初级 跟信主到相当时间之后 我们仍然有像这位寡妇一样 是很有信心的 我们看一下一节圣经 马可福音九章 二十二节 二十三节 马可福音九章 对不起 马可福音十一章 二十二节 二十三节 新约圣经六十四页 二十二节 二十三节 耶稣回答说 你们当信服神 我实在告诉你们 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 他若心里不疑惑 只信他所说的 必成就 就必给他成了 这里呢 绝书提醒门徒说 你们当信服神 如果不疑惑 如果不疑惑的话呢 那么呢 神呢 必成就 信服神 我想这个对基督徒来讲 是一辈子的功课 苏姐妹 她不信服神 可能她的三阴性辱 还没办法 拖二十年 没办法拖二十年 因为那个是比较不好医治的 所以呢 信服神 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功课 而这位寡妇的话呢 她面对家里面的重大事故呢 她懂得凭信心 相信以玉莎先知的交代去做 所以呢 她的开场白 这件历史事故 开场白是令人鼻酸的 可是结局呢 是让人雀跃的 欢欣的 有一点很重要 因为她相信以玉莎先知的交代 她相信先知神人的吩咐 我昨天呢 在里面又去呢 看了一篇 我也是很感动的见证 我们在座有些人也许也认识她 就是诸国珍 诸国珍姐妹 诸国珍老师 她呢 她在美国的见证 她已经多年 就是移民到美国 那么她的先生 林正月弟兄 跟胡子氏也是旧氏 跟我来讲 也是38年前 就是北区大专年期的同工 她这个美好的见证 就是见证在 10年前 2011年的时候 她的大儿子叫做 林黄威 也是一个很棒的青年 那么林黄威的话呢 黄威那个时候呢 刚好找到新工作 在夏威夷的四季换店工作 才去一个月而已 可是呢 天有不测风云呢 在夏威夷大岛的某个地方的时候 她骑着摩托车去购物的时候 竟然被一辆小货车 就整个冲撞到地面上 结果呢 重伤 后来呢 路人打 打那个911 然后把她送到医院急诊 那大岛那个地方 医疗设备比较落后 所以后来 还呢 把她空运到檀香山去医治 那本来 诸国珍姐妹的话 她本来是要从凤凰城 到夏威夷去看黄威 因为新的工作 然后顺便到夏威夷去度假 本来都想得非常的美好 没有想到呢 要出发的 前两天就接到电话 说你孩子现在重伤 车祸重伤 在檀香山某个医院 你要赶快来看她 当然她一方面赶快跟夏威夷的教会联络 麻烦 那边的同龄 就近前去照顾 然后她隔天 就很匆忙的过去了 本来只是去 本来是想探亲顺便去旅游的 没有想到竟然是 一趟的探病之旅 那这场车祸的话呢 当然她首先会担心 她儿子的安危 因为当她到医院去的时候 她的儿子只有露出两只眼睛 从头到脚 就她的见证来讲 几乎是体无玩忽 而且更残酷的事实 就是造势的货车司机 她逃逸 她不愿意 她不愿意面对 逃逸 所以当她的孩子 黄威在医院 住了三四天之后 医院就跟国真讲说 找不到那个造势时机 可是这个医药费 这个医药费就麻烦你们要先付了 当时国真 她心情是很惶恐的 孩子是一定要医的 可是呢 医院跟她讲是说 如果说他们估计 就是说要到她康复的话 大概要半年 那么医药费大概要三十几万美金 那对她来讲的话 她在见证上是说 说这笔负担对她来讲是很沉重的 她甚至在想是说 是不是要把台湾跟美国的房子 都卖掉来救她的孩子 结果多么奇妙 虽然说黄威在夏威夷四季幻店 她才工作一个月而已 可是竟然呢 那个公司 竟然有人主动打电话给她说 我们四季幻店有成立一个基金会 专门是提供员工 就是教育跟医疗补助的 只去一个月 然后竟然跟她讲说 任何一笔账单 都是由这个基金会买单 哇她当时非常的感谢神 真的 可是第二个问题又来了 因为她在凤凰城 她是教导那些特教学生 这个车祸是发生在十年前的七月二十一号 可是呢 黄威真的是 真的是重伤啊 真的是只剩下两颗眼睛啊 当然她在夏威夷的时候 一定是在旁边照顾她的孩子 可是呢 她跟黄威讲是说 妈妈可能没有办法在这边 就是长时间的照顾你 因为要开学了 妈妈要回去了 那黄威呢 怎么样跟她妈妈讲 跟国真姐妹讲 她跟国真讲就是说 说妈妈 不要担心 一切事情都会OK的 一向不都是如此吗 主会看顾的 这是她在竞争当中讲的 黄威主动跟她 跟国真讲说 一切都会都没事的 主会看顾的 结果多么奇妙 这个黄威呢 送到医院去 竟然她康复的非常的快速 竟然十天就出院了 就医院说OK 没问题了 太奇妙了 本来她是坐立难安的 因为这个车祸太严重了 就是那么奇妙 然后后来又把她接回 凤凰城 国真可以就近照顾 而且更奇妙的是什么 就是说在凤凰城这半年的 这样的一个休养期间 竟然四季幻见 愿意给她 百分之七十五的薪资 实在是太奇妙了 太奇妙 所以对国真来讲 她虽然在凤凰城 遭遇到孩子这样的重大事故 可是她还是把这个十年前的见证 就是利用这四十周年 她跟大家分享 我看了也非常的感动 实在是太奇妙 我相信奇妙的事情 对我们内湖教会来讲 也一定是很多 三十八年了 从七十二年到现在 三十八年了 很多 这只是精选出 四十篇的见证而已 所以第三点我们可以思考的 就是说我们的信仰 是不是可以来学习这位寡妇 她相信以丽莎先知的吩咐 而且她这么去做了 然后有美好的果效 第四点我们可以学习的是什么 就是说这位寡妇跟她两个儿子 这个家庭 他们有很良好的 邻里的人际关系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十字架固然强调人跟神的关系 可是也没有叫我们忽略 人跟人 我们周遭就是说群众的关系 所以我们会发现到 圣经也勉励我们 就是说罗马书的十二章十八节 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 这边有提醒我们 若是难行 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若是难行 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对你来讲是很为难的 可是这边保罗提醒我们 若是难行 总要与众人和睦 不要忘记我们基督徒 是扮演世上的光 世上的眼 不容易做到 真的不容易做到 实际上 你会发现到我们周遭 就是有些人 我们就是觉得看得不对眼 不对谈 这是人的软弱 我自己也是如此 真的 有些总觉得很难相处 可是圣经勉励我们 若是能行 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那我们会看见到 就是说今天这个贫困弱势的家庭 他们所以能够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境 是因为听了以利沙先生的交代 然后去周遭的灵社 去借空气民 大家可以将心比心 我们多久没有跟我们周遭的 就是说邻居 有打过招呼 见过面 说过话了等等 当然这是现在的一个社会现象 可是从这个地方 我们也会发现到 他的人际关系是不错的 所以都借得到 不管是跟 就是说胡太太 或者是说许妈妈 刘伯伯 或是孙叔叔等等 借得到 人家愿意借你 所以就成就了这个美好的神迹 所以第四点我们可以学习 就是有良好的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 那第五点我觉得可以学习的 就是良好的亲子关系 良好的亲子关系 我刚才有见证 有见证那个诸国珍姐妹的见证 在医院的病床上 是一个坐立男安 应该说是坐税男安的儿子 来鼓励他 说妈妈放心 神会看顾的 不是一向都如此吗 他信主也信了五六十年 因为都是四年即生 所以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很重要 我最近看了一份资料是2017年的 有做基督徒 台湾基督徒的普查 有一个数字 也许我们可以放在心上 接受调查的基督徒 说自己是第一代的基督徒 比例是34% 大概三分之一 说自己是第二代基督徒的是16% 自己是第三代的基督徒的话 是16% 承认自己是第四代基督徒的 只有9% 所以大家了解 就是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很重要 一件美事 尤其是靠主的一件美事要成就 不能只是做爸爸做妈妈的 在那个地方祷告而已 孩子都在那边打电玩 或者是说出去到那个好乐敌 钱贵KTV去唱歌 没有同心就没有办法同行 没有同行有的时候恩典 就没有办法彰显出来 我想我们大家应该都可以感同身受 最后一点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就是信仰有传承 这个家庭信仰有传承 因为有传承 所以他们知道要去找 以利沙先知求援 如果这个信仰只是他先生的信仰 我相信这个家庭 是注定悲惨的命运 信仰的传承很重要 所以2017年基督徒的普查提到 我们会发现到很多人的信仰 实际上的话是不过三代 不过四代 甚至有些是不过两代的 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从这段圣经历史当中 是可以思考这件事情 就是信仰的传承 所以今天从这一段 大概发生在2850年的旧约圣经历史 我们会发现到 虽然说时间已经很长远了 可是实际上对我们来讲 还是有很好的提醒 最后我们来看一节圣经 我们看以赛亚书43章 以赛亚书43章10节到11节 旧约圣经854页 以赛亚书43章10节到11节 我们一起念 预备起 唯有我是 对不起 四十三章10节 预备起 耶和华说 你们是我的见证 我所拣选的仆人 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 且幸福我又明白 在我以前没有真神 在我以后也必没有 11节 唯有我是 唯有我是耶和华 除我以外没有救主 这边有强调 很多人 不相信 不清楚 就是耶和华 是真神 是独一的救主 真的有很多人 真的有很多人不知道 真的有很多人不知道 像这阵子因为领恩布道会 所以我也蛮积极的向我的好朋友有传福音 有些人真的真的不知道 有些人还去庙宇求神 我尤其是南部的很多 可是这里提醒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就是神 我们就是神的见证 我们就是神的见证 这个见证 不是只是给内部的同龄看的 有的时候我们要分享出去 因为有很多人碰到家庭各方面重大事故的时候 他们是走投无路的 他们是用错方法的 所以今天我们从这段圣经来思考 我们家里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一个信仰的重心 就像我开上门有强调的 其实一个家庭 一间教会就跟一间店一样 必须要有意识的来经营它 不是 我个人并不认为 反正随遇而安 反正随便 就是大家各走各的路 各走各的路 不同行是没办法同行的 一个家庭也是如此 一间教会也是如此 所以上午就用这个题目 来作为彼此的分享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现在一起来唱诗 377首 嗯 这些朋友们 下个女孩 我会不在带走 她给了